Hi, this is Alex,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American Pronunciation Training Program. Goodbye, English. 在整个美语发音上,会有四个法则,我们把它称之为Four Speech Rules of American English. OK,它们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Liaison, Reduction, Umlaut, and Voicing,包括联读,掠读,音变和着化规则。 那么本节课,我们先去学习一下,第一个规则叫做Liaison,表示就是联读规则。 好了,同学们,什么叫做联读规则呢?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联读规则呢? 也就是说,我之前在跟大家去讲过,就是英语这门语言,它本身是线性语言,对吧? 它本身就是拼音文字,我们要在说英语的时候呢,把能够连接起来的这些单词,或者是短语等等一系列表达,进行一个有效的连接,或者是一个平滑的过渡,对吧? 我们不要像说汉语一样,点点点点点点点,对不对? 我们要把能连接起来的单词,进行一个有效的平滑的过渡的连接。 那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联读呢? 联读是在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发音法则当中,用的最广泛的一个法则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正融会贯通联读规则的话,你的这个发音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它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提升。 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联读呢? 会分为四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以辅音标结尾的单词,如果后面加上以原音标开头的单词,这两个音标就会产生联读。 什么意思?就是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如果说你会发现前面一个单词是以辅音标结尾的单词的话, 那后面跟着这个单词呢,是以原音标开头的话,那这两个单词就要产生联读了,好吗? 其实前为辅音加上后头原音就会产生联读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前辅后缘,前辅后缘,我们经常会说,以后你会经常听到我去讲前辅后缘, 那这两个单词,这两个音就会产生联读,比如说,同学们,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的表达,同学们,你们看一下,not at all,对吧? 这三个单词非常非常简单,但是你会怎么读呢?你是不是会读成not at all,或者not at all,对吧? 比较有基础的同学可能会读成not at all,对吧? 但是同学们,你听一下我是怎么把这三个单词连接到一起的,叫做not at all,同学们,大家看一下, not,not,你自己应该会拼读了,n,a,a,not,not,not,at,at,at all,all,all,对吧? 同学们,大家看一下,not是比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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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辅音,前辅,前辅,前面这个单词是,辅音是辅音标结尾的,对不对? 而后面跟着这个单词at,同学们,是不是原音标开头的? 所以说这两个单词是不是要连读,对吧? 怎么读啊?not,at,not at,not at,not at,对吧? 这里啊,其实既有连读又有着话,我们在后面的着话规则会给大家去讲,大家记住啊,not at,not at,not at,at all,at all,at all,对吧? not at all,not at all,not at all,不要读成not at all,同学们,着话呢,是,着话并不等于着音,我们在着话的时候啊, 我先告诉大家啊,就是轻辅音的抱负音啊,介于两个原音标中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与它对应的啊,一个着音的这样的一个渐变啊,我们把它叫做着化现象,知道吗? 你看,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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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介于r这个原音和at这个原音中间了? 所以呢,所以说,对于美式发音来说,我们会把这个音进行一个着化啊,叫做not at,k,d,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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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行一个声带稍微震动一下 not at, not at, not at all 好了,同学们 at和all也是前辅后原 这三个单词 两两之间都符合前辅后原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进行连读 not at all 对吧 好了,同学们 下面一个单词 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下面这个表达 Half an hour 同学们 你之前会怎么读啊 你是不是会读成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对吧 同学们 但是美国人不会这样读 他们会读成什么 他们会读成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所以说你之所以会觉得 有的时候老外说话你听不懂 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大量的 运用了大量的联读掠读 音变和着话规则 知道吗 老外会读成什么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同学们 你看Half 是不是 前面这个单词的尾音 是以辅音音标结尾的 而an an 是不是 开头 对吧 原音音标开头 符合前辅后原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单词 进行连读 Half an Half an hour 虽然说这个单词是H打头的 但是呢 这个H是不发音的 There is a silent H in this word Which means the letter H H doesn't sound at all H doesn't sound at all 对吧 同学们啊 这个H字母是不发音的 所以说你看 an an n 是不是前笔音 n 辅音音标结尾 对吧 al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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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原音音标开头啊 对吧 所以说也符合前辅后原 所以说要产生连读叫做 half an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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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比如说啊 我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到哪里 I'll be there in half an hour I'll be there in half an hour 听懂了吗 不要读成half an hour 不要这样来读 也不要读成not at all 要读成not at all half an hour 懂了吗 同学们 大家再看一下下面一个句子 叫做 I love you and all I love you and all 这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美式发音 同学们 I love love 那个 是不是 前面这个单词是什么 是不是 辅音标结尾 对不对 后面啊 这个虽然说不是原因开头的 我们不能把它 把这个音啊 理解为原因 但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之前讲过啊 它是一个半原因呢 对吧 半原因也有原因的 特征啊 所以说我们会把它读成 love you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all and all 你看 dddd all 是不是前辅后缘 I love you and all 对吧 那后面啊 也是一样的 叫做after after ter ter er er 是不是也 er er 这样的一个辅音因素结尾了 对不对 后面是all 所以说我们要读成 after all after all 对吧 毕竟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那下面一个叫做 have have v you 半语音 对吧 要进行练读 have you have you got 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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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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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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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on on 加上什么 it 是不是 那这个联读 在哪里发生呢 是不是 on 是 on 嗯 嗯 是不是前辅音结尾 辅音标结尾 而后面是it 是原音标开头的 符合前辅后缘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读成 i'm working on it i'm working on it 对吧 不要读成i'm working on it 这就错了 i'm working on it 其实并不叫做错 只能说呢 你的发音并不是很洋强洋调 并不是很地道 懂吗 i'm working on it alright 继续 我们继续练一下 你们看一下 下面一个句子 叫做 i will i'll think it over 同学们 我已经给大家标出来了 think 辅音音数结尾 对不对 而it 是不是原因音数开头啊 对吧 所以说是 think think it think it think it it over it 辅音音标结尾 对不对 而over又是原音标开头 所以说是 i'll think it over 就是我得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i'll think it over i'll think it over alright 继续 你看一下下面一个 how how z z how's 你看 it 是不是 前辅后人 how z how's it goin goin 我们会读成什么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hey Alex how's it going 对吧 好久不见了啊 最近怎么样 how's it going 同学们 细琴同学会发现啊 这个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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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xT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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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at's up? How's it going? What's up? 等等等等 好,同學們,來 我們講完了聯讀,對不對? 我們講完了第一種情況,聯讀的第一種情況 What's up? 我快速給大家再讀一遍 Not at all, half an hour I'll love you and all, after all Have you got it? I'm working on it I'll think it over, I'll think it over, think it over How's it going? And what's up? OK,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你們之前如果把它一個一個單獨獨立分開的話 把這些單詞獨立分開的話,你就會顯得很忠實,對不對? 會讀成Not at all, half an hour I love you and all, after all 你這樣讀的話,就算你音速切得準了 你會發現你的這個發音也是切不到點的 因為你沒有利用聯讀規則 好,同學們,這是我們在進行聯讀的 這個會產生聯讀的第一種情況 我們稱之為前輔後援 大家一定要知道前輔後援指的是什麼 就是前面一個單詞是尾音是以輔音音標結尾的 而後面的這個單詞是以原音標開頭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前尾輔音 這個輔音指的是音標 後頭原因,原因也指的是音標,知道嗎? 所以說同學們,以輔音結尾指的是音標當中的最後一個音是輔音音標 而並不是單詞的結尾 就是大家不要把這個看到單詞 但是經常如果你熟練的話 你當然可以通過這個不看音標 就直接通過單詞來進行聯讀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剛剛開始去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跟著音標來練習 好吧 同學們,來,我們繼續 接下來我會給大家去介紹一個異群的概念 什麼叫做異群呢? 通過字面理解 異群異群就是意思的群體 什麼意思呀? 就是我們雖然講了聯讀 對吧?但是我們不可能說話不喘氣 因為如果說很多單詞都是要產生聯讀的時候 你能不喘氣嗎?你能不停下來嗎?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異陽頓挫的產生啊? 對不對?所以說 在整個的聯讀的過程當中 首先要給大家去介紹一下異群的概念 異群就是通過意識的整個群體 那聯繫的緊密程度 要告訴大家如何去停頓 這也是大部分中國音樂學者 在進行發音練習的時候 經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在哪裡停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停 才符合這個語言的發音習慣 對不對?同學 怎麼樣?在哪裡停? 怎樣停? 就是通過異群的概念 同學們,異群的概念 大家不用死盡背 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 什麼叫做異群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理解 就是英語是以異群的一個形式 來表達自己的觀念和看法的 而異群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聯繫緊密的短語或者重句 一個句子 可以按照異議或語法結構 分成幾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 會稱之為一個異群 就是說 一句話當中 我給大家去慢速解讀一下 什麼叫異群 一個句子當中 一個句子當中 我們可能會很長 但是呢 我們是要根據意思的 不同的聯繫緊密的程度 來進行一個切分和停頓的 所以說 一個句子 按照異議和語法結構 分成的幾個部分 這幾個部分 都是看意思的緊密程度 知道嗎? 連結的緊密程度 分出來的 每一個部分 就稱之為一個異群了 簡單的來說 就是一個意思緊密連結的群體 就叫做一個異群了 好嗎? 同學們 所以說 朗讀的時候 我們是通過異群來進行停頓的 如果說按照語言學 我這裡搬 這個搬出了一些語言學的一些知識 就是異群的停頓時間 長短主要取決於什麼? 語流當中的異群和句子的語法結構 一般來說 每一個異群之後停頓的時間 就異群是最短的 因為 一個異群 它是在一個句子當中 沒有任何標點符號的 懂了嗎? 所以說異群停頓的時間比較短 而如果說句子與句子之間 它是有逗號的 那逗號我們要停頓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句號呢 肯定就更長了 知道嗎? 那段落與段落之間 那是最長的 所以說 停頓 我們所謂的那種異羊頓挫的頓 停頓 是最小 是以異群為單位的 比如說異群直接影響了 停頓 OK 對於一個長長的句子 我們怎麼樣去停頓 就是靠異群來進行停頓 好了同學們 那異群 怎麼樣去劃分異群 就是我們看一個比較長的句子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劃分這個異群呢 怎麼樣去判斷 這裡要停頓還是不停頓呢 我們是根據以下三個因素來決定的 第一就是意思聯繫的緊密程度 意思聯繫的緊密程度 一般來說 一個短語或者一個簡短的重句 就是一個異群了 同學們 你們一定要知道什麼叫做短語 什麼叫做重句 之後我就不解釋了 在意思緊密的 聯繫比較緊密的短語或者重句之後 應該會有個短暫的停頓 這是正常的現象 但是不是所有 我們用停頓符號 就是用一個斜杠線 一個slash 來表示的 同學們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舉個句子 如果說你把這個句子讀下來 你會怎麼讀呢 你是不是會讀成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afternoon 對吧 這樣讀是不是很舒服呀 但是如果說你讀的快一點 也可以是不是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afternoon 也可以 因為這個句子並不是特別特別長 所以說呢 我們說一個簡短的短語 in the afternoon 這是不是一個短語 這就是一個異群 在下午 我們不能說 我喜歡在打籃球下午 我不能這樣說 對吧 我喜歡在下午打籃球 我不能說 我喜歡在下午打籃球 這樣是不可以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根據一個 意思連接的緊密程度 來劃分一群 就是我喜歡打籃球 這是一個異群 對吧 而in the afternoon 在午後 就是一個什麼 聯繫比較緊密的 意思連接緊密的一個短語 在下午的時候 對不對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afternoon 這樣的話 就說出來很舒服 當然不是必須 懂了嗎 這是 就是劃分一群的第一個因素 就是意思聯繫的緊密程度 而什麼呢 第二個 就是語速了 我們剛剛說了 剛剛那個句子 我們既可以不分一群 也可以去劃分一群 就是我們讀的快慢 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氣夠用 你就可以迅速把這個句子說得完整 也是可以的 好了 所以說第二個影響一群的劃分 就是語速 語速快的時候呢 一群可以長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的聯繫的群體 可能會長一點 如果說 這個 說的這個慢一點 就是這個一群就可以短一點 對吧 就是比如說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一個一群 你可以說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afternoon 也可以 就是一群的長短 懂了嗎 第二個就是靠語速來解決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Most of students don't like doing homework 所以說同學們 你會發現這個句子 如果說我們說的比較快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成什麼 Most of students don't like doing homework 可以嗎 可以 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做作業 欸 好像是一口 這個一氣合成的 對吧 同學們 但是如果說 我說的慢一點 Well in my opinion Well this is my understanding that Most of students don't like doing homework 欸 你會發現這樣也很舒服 對不對 就是啊 根據我的理解啊 就是大部分的學生 都不怎麼愛做作業 好像也可以 也很舒服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些不太長的句子 你看一下啊 我們語速快的時候 一群是不是很長啊 這個一群可以是整個句子啊 這些都是一個一群 這個是個長句子就是一個一群 但是如果說我們語速慢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裡畫一個竖線 對吧 一個斜線啊 就是一群啊 因為大多數學生就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短語吧 對吧 一個主語 對不對 主語是一個短語吧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一群啊 去放的慢一點 對吧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一群放的短一點 Most of students don't like doing homework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啊 根據意思的聯繫的緊密程度和語速啊 來進行劃分的 那同學們 我們再看一下啊 那第三個劃分的因素就是句子的長度啊 大家看一下 短句可以看作一個獨立的一群 而在後面呢 有一個短暫的停頓啊 比如說 You're a good student 對吧 You're a good student 對不對 就是你是個好學生 這是一個短句啊 所以說我們這個太短的句子 我們不需要劃分一群啊 我們所謂的劃分一群 針對的是什麼 針對是一個長的句子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 呃 去把它停頓才正常啊 或者是停頓才合適的 這樣的一個長句 才進行大量的一群切分啊 而你看 至於到長句的時候 短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呃 獨立的一群 而長句 一般可以劃分成兩個 或者兩個以上的一群 句特的原則怎麼劃分呢 同學們 對於長句啊 從句和短語放在句子開頭 做重語的時候 可以劃分一個獨立的一群啊 在其後可以做為 呃 短暫的停頓啊 比如說同學們啊 你看我們所謂的啊 從句啊 短語做壯語 記住啊 從句和短語做壯語 可以進行一個短暫的停頓 比如說同學們 When I got home last night I was very hungry 當我昨晚上到家的時候 我很餓 你這樣說出來 哎 感覺好像 呃 可以引起和弦啊 比如說我們中文說啊 我昨天晚上到家的時候 特別特別餓 對吧 但是同學們啊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啊 我跟你講啊 我昨天晚上到家的時候 我肚子特別特別餓 哎 是不是在這裡進行一個短暫 這個短暫的啊 真的一個一群的停頓啊 就是因為啊 這個從句在前面聚首的時候 做壯語了啊 壯語從句啊 大家看到啊 這些引導從句的廉詞的時候啊 引導詞的時候 大家可以把這個部分啊 這個從句 進行一個壹群的切分 因為他們整體就是壹群啊 當然啊 也是在這個 從句不複雜的情況之下 同學們 來 我們再往下看啊 做主語的一個短語 我們剛剛說的 Most of students 對吧 或者是主語從句 可以化成一個獨立的壹群 比如說 What he said 這是不是一個主語從句啊 對吧 特殊疑問句的一個陳述語序 就是一個名詞來對待啊 他做了整個句子的主語成分 所以說這個句子叫做主語從句啊 同學們 我們會在呃 語法終結者上 會拿去講啊 這個名詞形從句啊 分為主 賓 表 同啊 就是主語從句賓語從句 表語從句還有同位語從句啊 What he said 啊 他說的話 怎麼樣 It's very important 啊 他說的很有道理很重要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說成 What he said is very important 同學們 這是不是根據語數來判斷的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把 做主語的一個短語 或者是一個主語從句 來化分成一個壹群啊 這裡劃分啊 What he said is very important 對吧 都可以啊 理解了就好啊 好了 第三就是非限定性的同位語 或者是定語從句可以 劃分成一個壹群啊 其後可以進行短暫的停頓 但是限定性啊 同位語或者是定語從句的一般 不能劃分成一個獨立的壹群啊 也不應該有停頓 同學們啊 什麼意思啊 我們通過兩個例子來理解 就知道了啊 這個概念啊 大家不用死盡背啊 你理解 一切以理解為主啊 比如說 W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today which is about work and life 同學們 你覺得我在哪裡停頓呢 是不是在這裡停頓呢 對不對 就是說啊 我們所謂 一看到豆號加which 你是不是會想到 非限定性定語從句啊 就是前面我們說的這段話 是關於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那這一部分叫什麼 非限定性的同位 或者定語從句啊 這一部分啊 劃分成一個獨立的壹群出來了 同學們 但是你看一下啊 就是所謂的定語從句 或者限定性的定語從句啊 他是不能夠啊 進行這個裁分的啊 就是你 就是你不要把這一部分啊 非常強烈的啊 把它進行裁分啊 比如說I have a good friend who is in the army 這樣說啊 不是不可以啊 同學們這些都不是定死的啊 只不過呢 我們這種 這樣的一種切分方式 如果你在這兒非得把它切分開啊 不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呢 呃 一般約定俗成的啊 這個老外不會把這一部分進行 這個 切分 他基本上都會把它進行聯 聯繫起來 就是I have a friend who is 怎麼樣 I have a friend who is is in the army 是這樣說的 懂了嗎 就是 你看到 非限定性定語從句的時候啊 逗號加witched 你一定要進行一個切分啊 因為這樣說的話啊 符合老外的表達習慣啊 W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today which is about work and life I have a friend who is in the army 懂了 好了各位同學啊 剛剛給大家介紹了啊 就是異群的概念啊 也給大家介紹了啊 劃分異群的主要三個因素啊 基本上就會分為比如說語速啊 或者說句子的長度啊 或者說啊 對於一些長句 到底我們是怎麼樣去啊 這個 劃分異群的啊 給大家進行了一個 簡短的一個介紹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就是一揚頓挫啊 就是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不是什麼時候都必須要 把能聯讀的全聯讀的 還有異群的劃分 知道嗎 那異群的劃分也比較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在後面啊 去讓自己 英文說得更好聽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同學們啊 所以說同學們 你們看一下啊 我們雖然說學了聯讀啊 學了前輔後緣的 這樣的一種聯讀方式啊 但是同學們啊 當短語和從句之間 按異群經停頓的時候啊 異群與異群之間啊 即使有兩個相鄰的輔音和原音出現 也不可以聯讀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們說了啊 說話的時候 我們要有断句啊 有異陽頓挫 對不對啊 但是恰恰好好分成異群的那一部分呢 正好啊 就是比如說劃分一群的那兩個單詞中間啊 正好前面是輔音音標結尾 後面呢 又是原音標開頭的單詞 那這裡一部分呢 是不可以常常聯讀的 同學們 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理解啊 比如說這個句子啊 我們會怎麼讀啊 我們會讀成 Is it a hat or a cat 那是一個帽子還是一隻貓啊 看我是怎麼讀的 Is it a hat or a cat 對吧 所以說hat和or之間不能產生連動 但是你看發現啊 hat 符音音標結尾 or 是不是原音標開頭啊 但是我們不要把它讀成 Is it a hat or a cat 這是不對的 其實不是不對 是 不符合約定俗成的 這個英語的發音 不符合約定俗成的那種表達方式 Is it a hat or a cat 對吧 我們就說那是這個啊 還是那個啊 你是不是會在這個地方有個停頓呢 對吧 Is it a hat or a cat 對吧 There is a good book in my desk 你看 in my desk 這是不是一個短語啊 短語啊 是一個獨立的利益群 你看到 你經常會是借詞短語 There is a good book in my desk 對吧 你看book 符音音標結尾 in 原音標開頭 但是你不要讀成 There is a good book in my desk 對吧 就是不太符合美國人的表達方式 啊 There is a good book in my desk 這樣就比較好聽 對不對 下面一個啊 Can you speak English or French 你能說英文啊 還是說法語呢 對不對 碰到了 選擇連詞 來 同學們繼續往下看 Shall we meet at eight or ten tomorrow morning 對不對 同學們 meat 和eight or之間啊 基本上不要产生連讀啊 你看shall we meet at eight shall we meet at eight shall we meet at eight 這裡啊 不是說不可以連讀 但是呢 因為它是個借詞短語 時間壯語 借詞短語 或者是這個 從去做壯語的時候 對吧 是不是經常會把它單獨的拿出來 shall we meet shall we meet at eight ok or ten shall we meet at eight or ten tomorrow morning 對不對 好啦 最後一個句子啊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walked in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walked in 同學們 我沒有讀成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walked in door or r 符音音標結尾 and 原因標開頭 但是這裡要進行一群的協分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walked in 對吧 這樣說才好聽啊 才重聽 對不對 好 各位觀眾啊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產生連讀的第二種情況啊 剛剛介紹的是前唯辅音加上後頭原因前輔後緣 產生連讀規則 對吧 也給大家介紹了一群的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產生連讀的第二種情況啊 就是一個以原音標啊 剛剛我們說的是什麼 辅加圓 對不對 辅音 辅加圓的情況啊 那現在我們說的是什麼 圓加圓的情況啊 圓音音標結尾的單詞啊 後面再加上圓音標開頭的單詞的時候啊 就會產生連讀啊 但是這個圓音不是所有的原因啊 是 長 乌音和短 乌音和長 這個短 一音和長 一音啊 如果說一個單詞啊 是以圓音標 一 一 結尾的單詞 後面緊跟著一個圓音標打頭的單詞的時候啊 這兩個圓音當中啊 會被加入一個 我 或者是 也 就相當於一個半原因啊 同學們我們通過例子來舉例 同學們看一下 第一個句子啊 叫做 who is it 怎麼來讀啊 你肯定會讀成who is it 對吧 我會怎麼讀啊 who is it who is it 同學們啊 看 who 對吧 這是音標啊 長乌音結尾吧 對吧 is 同學們 這是不是短一音開頭啊 對吧 同學們啊 如果是以 你看 如果是長 或者是短 結尾的單詞 後面加上圓音標開頭的單詞 對吧 中間我們要加什麼 記住啊 不要加 要加 所以說 who is it 你看 z加上 再加上 it 對吧 同學們 我們會讀唱 who is it who is it who is it 誰啊 who is it 對不對 下面一個 go away 同學們 go 是不是 go 加上 同學們 再加上 away 同學們 這個地方啊 是不是await 短 o音 對不對 who 加上什麼 a await 你看 go 同學們 是不是o who 你看 這是不是o加上u 對不對 加上什麼 呃 是不是 i who 結尾的單詞 啊 後面加上一個原音標開頭的單詞啊 對吧 同學們 這是不是要加一個w 對吧 所以說go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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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但是我們不要特意的啊 誇張地讀成go away 啊 要讀成go away 啊 我們就要說go away 對吧 下一邊去 是不是 好啦 第三個啊 can you do it can you do it 你看 can you do do 對 對嗎 do 音標是什麼 同學們 do的音標是什麼 啊 是不是 dddd 啊 woo 長 woo音對吧 是不是woo音結尾 對吧 後面加上什麼 it 對吧 是不是又是一個原音標開頭的單詞啊 所以是中間啊 你看woo結尾 後面又加上原音標了 記住 woo 長woo音和短woo音 後面加上一個原音標開頭的單詞 一定要中間補上一個 w woo woo do it do it do it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can you do it 對吧 感覺到了吧 好 同學們繼續往下看下面一個句子 can you see it 同學們 can you see it 大家看一下前面這個單詞 see 是不是 s加上什麼 長音音 後面加上什麼 it 是不是又是個 原音標開頭的單詞啊 長音音和短音音 後面加上任何原音標開頭單詞的時候 中間要補一個什麼 記住 這次補的就不是 我 要補的是 ye 你看 see it see 你要讀成 can you see it 就不好聽了 can you see it 不好聽 can you see it can you see it 其實是什麼 其實這些都叫做什麼 是不是平滑的過渡啊 好吧 那音音 一和也 是不是很像啊 對吧 can you see it can you do it go away who is it 對不對 那 還有 it's completely empty 一樣啊 completely 是短音音結尾 好吧 empty 是一個 原音音標開頭 對吧 所以說要加上個 empty 變成了 empty empty it's completely empty it's completely empty 對吧 就是一個很平滑的過渡啊 這是圓加圓啊 第二種情況 圓音加圓音的連讀情況啊 同學們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啊 第三個叫音的同化啊 什麼叫做音的同化呢 啊就是一個音呢 兩個音啊 進行合併的時候啊 受到了一 這兩個音啊都是受到了 他們 互相的影響啊 然後呢 被同化成了第三個音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啊同學們 一個音收到了 零音的影響 而發生了這兩個音之外的 第三個音 就叫做音的同化現象啊 音的同化現象啊 在美式發音當中 經常會出現 同學們 會分為四種情況啊 第一種情況 同學們 仔細聽啊 輕符音的抱負音 加上半原音 耶耶耶耶的時候啊 就會成 就會變成 痴 就會變成痴 比如說啊同學們啊 What is your name 大家看一下 你們會怎麼讀啊 你們是不是會讀成 What's your name 還有人會讀成 What's your name 對不對 啊同學們 我讀一下啊 同學們感覺一下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感覺到了嗎 是不是不同啊 我會讀成什麼 我不會讀成 What's your name 是不是很多同學都會讀成 What's you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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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到了嗎 同學們 就是 加上 耶耶耶 這樣一個半原音的時候 就會變成痴痴痴痴 而真正發音的時候 這個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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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音就沒有了 What's your name 同學們 你繼續往下看啊 Can't 是不是 結尾 You 是不是 開頭啊 這兩個音 聯繫到一起的時候 同學們 變成啥了 變成了痴 Can't you do it 同學們 這裡是不是又是原因音標 與原因音標的連讀規則 Can't you do it 你不能做這件事 I don't believe you Can't you do it 你都不能做 對吧 同學們 下面一個 Don't Don't 清副音的包副音結尾 對吧 You 還是半原音 開頭 對吧 這兩個音 聯繫到一起的時候 Don't you like it 難道不喜歡嗎 Don't you like it Don't you like it 對吧 不要讀成 Don't you like it 千萬也不要讀成 Can't you do it 太難聽了啊 如果你要讀成 Do it 讀成 Can't you 太難聽了 Can't you do it 你們對比一下啊 Can't you do it 和 Don't you like it 對比一下啊 Can't you like it Can't you do it Don't you Don't you Don't you like it 是不是不好聽啊 最後一個啊 你看一下我會怎麼讀 你會 你會讀成啊 I'll let you know 對吧 同學們 我會讀成 I'll let you know I'll let you know I'll let you know I'll let 吃 吃 I'll let you know I'll let you know OK I'll let you know 在國外點餐的時候啊 比如說 有的人總是在給你推薦啊 啊 怎麼這個 吃我們這個 然後你覺得有點不太煩的話 你不要說 Go away Get out of my face 不要這樣說 你們會說 OK I'll let you know OK 就是啊 我有事情我會叫你的 I'll let you know 我會讓你知道的 就是我有事情我會叫你 I'll let you know 好 同學們 這是啊 音的同化的第一種啊 就叫做 輕撫音的爆破音 加上半原音的 就會同化成 這也是進行連讀的啊 只不過連讀的時候 會產生了第三個音 就叫做音的同化啊 好了第二種就是 卓撫音的爆破音 加上半原音 這樣好同化成什麼 對應的 OK 同學們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句子 叫做 Did you see it 同學們 Did you see it 你看到了嗎 剛剛你沒有看到嗎 Did you 加上 耶耶耶 同學們 是不是 Did you see it 這是不是也是原音標的 這個連讀啊 對吧 Did you see it 不要讀成 Did you see it Did you see it 就錯了 Did you see it Did you see it 你剛剛沒看到嗎 剛剛有個UFO過去了 Could you 不要讀成 Could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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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Could you tell 對吧 我們或者說 Can you tell 對吧 Could you tell Could you tell 對吧 How did you like it 對吧 How Did you Did you How did you like it 對吧 最後一個 Did you find your keys 你看 這部分也是啊 Find 得得得 結尾 對吧 You're 又是 耶耶耶 開頭 對吧 Find 不要讀成 Did you find your keys 不要這樣來讀 要讀成 Did you find your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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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找到你的要求嗎 對不對 這是第二種情況啊 這是音的同化產生的第二種情況 當一個單詞是以卓夫音的DDDD 結尾 加上一個半仁音 耶耶耶 開頭的單詞的時候 欸 這兩個單詞要產生連讀啊 要被同化成第三個音就是 JJJJJ ok 好 同學們 第三種情況啊 就是 轻伏音的摩擦音 SSSSS 加上半仁音 耶耶耶 的時候 就會變成SS 就會同化成SS 這樣的一個音 比如说 同学们 Yes, you are 这个不是必须的 同学们 当然你可以读穿 Yes, you are 你说 Am I a good man? 我是个好人吗 然后朋友安慰我 Yes, you are OK 我们并不需要把它非常一板一眼的读穿了 Yes, you are Yes, you are Yes, you are 同学们 God bless you 同学们 你是不是会经常 像我经常 比如说 我身边的人一打喷嚏 然后我就会说成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OK 当然你也可以说成 God bless you Bless you Bless you 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经常会把它读成 Bless you Bless you OK 包括我们经常说的 I miss you I miss you 如果你想说的比较温柔一点 你就可以说 I miss you I miss you so much 但你可以说 I miss you I miss you so much 也可以 同学们 这些啊 记住啊 发音规则都不是必须的 只是我们去让我们的发音啊 更加贴合一种约定俗成的一个表达方式 听懂了 好了同学们 继续往下看 You can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 同学们 You can pass your pass your pass your You can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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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吗 这一部分也是啊 this year You can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 同学们 你是不是感觉这样读 会更洋腔洋掉一点啊 对吧 如果你要读成 You can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 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 这是在你音速的发音 都非常非常标准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You can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 也可以啊 press your hands together press your press your hands 你这样读也可以 但是 我更希望你们读成什么 press your hands together press your hands together press your hands together s yes press your hands pass your exams this year bless you yes you are OK 好同学们 这是第三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 z 加上 ye 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一个单词 是以 卓辅音的摩三音 z 加上 后面的单词 是以 半原音 yeyeye 开头的 那我们 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单词 连读的时候 一定要把 z 和 ye 连读成 ch j j 同学们 比如说 这个句子 你会怎么读 你是不会读成 how's your family how's your family 我是怎么读 见面了 对吧 两个人见面了 比如说我跟那个好朋友 tiler 见面了 我说 hey tyler how's your family how's your family how's z z z 左辅音的摩三音结尾 对吧 your yeyeye 半原音开头 对吧 how's your family who is your friend 你会怎么读啊 你不会读成 who's your friend 对吧 我会读成 who's your friend who's your friend 诶 写信你的朋友 who's your friend who's your friend 来 she said you are okay she said you're okay 同学们 来 你会读成 she says you're okay 对吧 我会读成 she says you're okay she said you're okay she said you're okay she said you're okay 这就是啊 有的时候你感觉 说啥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就因为他们说的比较快 而且呢 利用了大量的连读规则 who does your hair 谁给你做的头发 does your hair 你要读成 who does your hair 也可以 大家都能 可能如果说 在课定的场合之下 说的不是特别快的时候 你也可以听得懂 但是呢 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更加 能把这个句子读成 who does your hair who does your hair it looks awesome it looks good it looks so beautiful who does your hair it looks good 头发 头衔看起来不错呀 对吧 谁给你做的头发 who does your hair 好了吗 好同学们啊 刚刚刚啊 我们用非常快速的时间啊 也给大家去详细啊 讲解了这个 呃 音的同化现象啊 这是产生连读规则的第三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啊 就是h失音产生的连读现象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讲到h这个音速的时候啊 讲到 who 这个音速的时候 我给大家去讲过 这个音啊 由于它比较弱 所以说呢 在呃 语句当中啊 呃 我们会经常把这个 who 因为 他 并不 就是他这个辅音啊 这个特别特别的弱一点啊 尤其是跟一些原音连读 因为辅音跟原音连读吧 然后呢 这个辅音呢 又发的比较弱 所以说呢 我们干脆啊 有的时候为了发音上的省力和重听 就直接把它给 这个连读起来了啊 比如说 what will he do 如果说你要读成 what will he do 是不是感觉很费劲啊 所以说我们连读的时候 what will he do what will he do 他要做啥 他要干啥 对吧 what will will 哦 哦 舌策音结尾 对吧 he 是不是 e he 对吧 拿掉的话就变成了一个e 所以说啊 哦和一可以进行前辅后援的连读 懂了吗 这就是啊 h 诗音产生的连读规则 对吧 那 will he will he what will he do has he 我们会读成 has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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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it before has he done it before 他以前做过吗 has he done it before must he must he go 他必须要走吗 对吧 can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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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h就全部拿掉了吧 这个音全部拿掉 can you do it 他会做 他能做吗 tell him tell him 不要读成tell him 也可以 但只不过我们要进行连读的时候 你看 就不见了 就变成了 m m m tell 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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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o ask her 对吧 tell him tell him tell him to ask her leave them live him live him live him alone live him alone live him alone live him live him 我们就简单的时候就live him live him 不要管他了 live him alone 来 同学们啊 这就是h 如果一个单词啊 这个是h字母开头的啊 他发的是h这个音啊 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辅音啊 然后他前面那个单词呢 又是以辅音音标结尾的单词啊 那所以说啊 把前面那个辅音标啊 直接啊 连读到后面以h这个辅音标开头的单词 呃 跟他这个原因之间进行连读 知道吗 把h啊 这个h的音就拿掉了 知道吗 h就不发音就可以了 知道吗 所以说啊 以一个辅音结尾的单词 加上h开头的单词的时候啊 h不发音直接啊 让这个辅音标结尾的单词 跟h开头这个单词 后面的语言进行连读啊 what will you do has he done it before has he has he has he done it before must the girl can you do it tell him to ask her live him alone alright 好了各位同学啊 以上啊 就是我们今天啊 讲解的四大发音法则当中啊 第一种法则啊 叫做lienzone 连读规则 连读规则在整个的英语发音当中啊 在英语表达当中啊 是利用的最广泛的一种发音规则了 各位同学 课后一定要仔细练习 重复自己的发音习惯 让自己的口腔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呃 舌头啊 或者牙齿啊 我们整个口腔的位置变化 熟悉这样的一种发音方式 这样的话 你离洋枪洋调又进了一步 好了 各位同学啊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You guys have a fantastic 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